而台南昨天新增三例本土个案 市长黄伟哲也在当天宣布 所有餐厅小吃一律禁止内用 卫生局人员联合原警来到了中正商圈进行机查 却发现有些店家内用的桌椅还摆在外头 甚至有民众坐在上面聊天 马上劝导他们离开 另外台南的夜市从即日起 也要全部停止营业 直到三级警戒解除 卫生局和金发局人员后面跟着原警 来到台南中正商圈 一间一间店进去机查 看看有没有内用的情况 我们今天开始公告 开饮料都不能内用 有 已经倒走很多客人 大部分店家内用空间已经收拾干净 不过进去机查 却发现有些店家 外面的桌子椅子没收起来 还有民众坐在上面聊天的情况 马上上前劝导他们离开 随着疫情深温 台南市长黄伟哲日前宣布 从24号起台南市所有餐厅小吃业者 一律禁止内用 一方群聚感染再度扩大 当天晚上 卫生局局长联合进发局警察局三个单位 来到商圈严格计查 一共查了41间店 大部分店家没有违规情况 虽然我们现在台南市的确诊个案数还是个位数 可是随着双北的疫情的增加 很多的感染源其实还是会到南部来 在社区的感染都是因为脱下口罩群聚所造成的 为了避免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要求所有的参与者不能提供内容服务 疫情严峻台南市24号新增三例本土个案 市府团队绷紧神经不敢大意 严格把关让病毒没有扩散机会 最后黄富奇台南报道